黄委员好 黄委员什么时候可以对案情做完整的公布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个是要由检察官来决定 我们是希望越早越好 希望越早越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您觉得就亡羊补牢来说 您感觉不感觉这样子的案子的发生 对选举结果是有其影响的 大或小都没关系 您觉得会不会有影响 我们上个礼拜就有讨论过这个问题 大家的共识也是认为 重大枪击案的发生 对于选举多多少少都是有影响的 日后这种案子也不仅是枪击案 比如说重大的暴力事件 或者说这个重大的群众事件 事实上都会有一些影响吧 是 好 那为了要将这种 例如如果说是国际局势 或是说重大的这个国际新闻 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但是对于枪击案或社会治安事件 这类最速我们可以事先预防 把它影响降到最低 你同不同意 是 好 那这样的话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会让它 让它把让它这个影响层次 影响的规模降低 过去也曾经说过 是不是对于这个赌盘的事情 我们要去查查 严家查查 那除了这部分之外呢 对于候选的人身保护 将来会做怎么样层级的限制 还有除此之外呢 对于这个如果选举发生怎么样的情形 它可以暂停或可以是这个选举 或者重新程序 要怎么样重走 我们觉得需不需要再做一个比较完整周延的 我先就最后一点向委员报告 那个一个选举会不会因为突发的事件 而宣布暂停 这个是由中选会决定 不是内政部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我很清楚 这是选务啊 但是选政的部分 制度的规划 那不是政 这个是 就是一个选举 是不是因为什么事情干扰 而要暂停 这个是中选会才能决定 不是内政部决定 那至于委员刚刚所讲的 如何能够让将来的选举不要费 如果说候选人 因为这个 对那就按照法律条文来做 但是在政治上 选政上呢 暴力事件 请说 那至于说 将来如何在选举过程里面 尽量让这一种暴力事件的影响降低 我想我们就是要去 做一个比较绵密的预防的工作 包括对黑道帮派组织犯罪的查气 压制 对黑枪的减速 对于赌盘 还有贩毒等等这些 跟他们比较容易发生因果关联的事情 如果在平常能够尽量把这种事情压制 我一再强调讲 我们只能压制 要完全消灭 就好像去气望人类社会 一点犯罪都没有 这个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尽量让他的这个程度能够减到最低 那么大家都会彼此能够有一种共识 就是不应该让这种行为在选举的时候发酵 不应该在选举的时候以选举的结果去作为赌博的标的 过去警政署也曾经讲过 就是说对于赌盘来查查 过去比较这个区块比较少琢磨 是的 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还有哪个部分您觉得说 因为你刚提到黑枪的 组织犯罪的 年年都在做 时时都在做 做了这个成效如何 大家荣获各自解读不同 但是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只是问题说这样的情形还是在发生 未来就是针对你们以前已经在做了 你们会有什么样加大力道的部分 能做到如同您所说 把它压制到最低 这第二个 对于过去 你这个治安机关也同意的 就是说比较没有查查的部分 还有哪些部分是可以将来可以加强 向委员报告 这个减速黑枪方面 我们在这一次事件之后 自然会有一套做法 但是为了避免这些做法提早曝光 所以述我在这边就不多说 但是你们会有新的做法提起来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做法 有别于以往的吗 会有一些有别于以往的 就像刚刚委员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情 对于候选人的安全维护工作 对 那委员也提到说 对于候选人的保护 是不是要更加的严密 那么过去从这一次 譬如说五都的 过去是非强制的 市长的候选人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说候选人本身 他拒绝我们提供的安全维护 那我们似乎也没有办法强制 但是以这一次的事件来讲 我们可能就会认真的思考 将来只要是一定层级以上的候选人 我们会强制提供随护 或者是 上次提到过这个 这个县市长 是 上次提到县市长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 将来是要强制 强制为安 强制保安 就是候选人 如果说甚至到总统 这种层级的候选人 公开场合是不是要穿 防弹背心等等 这些我们都会去规划 那防弹背心的部分 好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对于候选人的这个保险呢 保险的事情就不是 就是个人他自己的 对 这个部分自己去处理 因为可能有委员 有不同政党的委员 社会上有声望的 像这样候选人 可能他们自己也都会 可是如同你所说的 这个对候选人的部分 可是如果像 像这一次的这个枪击案 是针对社会知名人士 打在打在他的身上 子弹是在他的身上 事实上但是影响的是 全盘的选举 但是对候选最直接的 针对性最强的 但以现在内政部的 这个规划 或是我们现在设想到的 好像还是只局限到 只能着力在这个 这个候选人 候选男 对主要是候选人 对于其他人 如果是助选员 或其他的重要的人士的话 我们最多只能够做到 比如说竞选舞台上面的管制 因为经过这次事件 当然将来大家 对于什么人会走上舞台 不管是竞选总部阵营 或者是警方都会特别留意 可是如果是像一般的扫街败票 一个候选人在走 旁边有七八个重要的人士 在帮他助选 像委员报告 这种的安全维护工作是非常困难的 对 不管在市场 或者是在什么公园 部长 其实你也知道 你也曾经浮选过了 其他的部会首长 以我们国家的这个部会首长 及特任官的这个层级 他因为是政务官 所以政党浮选的这个任务 我们的都能够理解 好了 可是当你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面对治安这么不好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请他们上台的时候 因为他们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也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您会不会请他们 敦促他们 也穿个防弹背心 我想 部会首长 或者您呢 像这种部分 这种是属于助选员的部分 我们不会说 强制要求助选员去穿防弹背心 这个是 会不会敦促 就是说穿上比较好 我们来研究一下 看看如果说 这个助选员 他自己本身觉得 他有安全上面的顾虑的话 只要他向警方提出 我们也许可以提供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你您呢 你也是身负全国治安重任 是 那你如果去服选的话 因为接下来立委选举 总统选举到了 你去服选的话 你会穿 像委员报告 还有许觉得没有必要 部会里面 只有少数的 大概只有一半不到的部会的首长 是有随护的 另外有一半左右的部长 像我以前在当研考会主委 根本就是自己一个人 整天都没有任何随护或安全人员的 是 那么 即使是像内政部长 下了班之后 随护的男是回家的 回家 我们不可能保护任何一个人 是24小时在保护的 对 我一样要倒垃圾 一样要买明天的早餐 一样是要 带小孩的早餐 上学 换修 这些事情就是像一介平民在做 这是个人的生活 对 个人的私领域生活 是 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去从事去助选 你是在公开的场合 可是助选 我们台湾的资安还没有坏到说 虽然它是公共事务 你去倒个垃圾 会有生命安全的影响 证物 所以像这种情形 也不太会因此而变成说 所有的部会 不管首长副首长 都要申请随护 那就更不要讲说 如果他不是部会首长 他是其他的重要社会人士 这种人的社会地位 有时候是远远在部会首长之上 是 他的影响力 对 那人家会请他去助选 一定是因为他很有社会地位 不管他是个运动选手 是个宗教领袖 那像这种情形 如果说要警方全部 宗教领袖啊 宗教领袖 宗教领袖是要 这个在这 在自身画外啊 他不是 他不是 他是要 他是要非常崇高 他很少 我们很少看到了 但不敢说绝对没有 宗教领袖是很少在 介入这种凡 凡城的这种选举 所以宗教领袖先放 就是他的社会知名人士 我们看竞选台子上去的 有明星 有这种各行各业 有成就的栏 企业家等等都有 所以我们实在是 没有办法预先说 哪些栏 就是但您刚提到一点很好 你说管制这个舞台周边的 管制舞台是比较确实可行 但是回头说起来 您刚刚说到 如果是您 您觉得 您会不会穿上防灯背心 我想每个人自己会有一个评断 对于他的安全系数 如果他觉得他 有可能被 安全系数 您的安全系数 听起来是蛮高的 看情况 有的时候 顾虑是蛮低的 系数是蛮高的 不一定 有的时候会接到一些黑函 他们对人生可能会有一些威胁的时候 那时候就要 可是您有随护啊 对啊 你有随护 但是再回到家私领域的部分 是不需要 就因为你是 就是您做得非常好 就不会想说随乎还在家里面 但是你基本上就是 就是平常的 在这个家庭主夫 这样子 这是可肯定的 我想委员我们 但你从事公开活动的时候 包括助选 针对每一个人去讲 他要怎么样去保障 我们要怎么样保障 他的安全 我们宁可做好的 是对全国民众 都可以感到安心的一个 但你有示范作用 是 您同不同意 我想每一个政府官 大概都有一些示范作用 对啦 那就对啦 所以我觉得 您刚刚讲了 我们不可能要求 每个人的每个细节 或者他生活的每个领域 但你有示范之后 在公众公开场合的领域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你还是要考量一下 因为你如果 这就变成一个难题 就是你如果在居家生活的时候 也要求你要 如果高规格的委员 那表示我们自然很真 很糟糕 可是如果在居家生活 不管 我们这个切开 如果在公众场合 公开的活动 然后包括助选 尤其选举的时候 大家情绪都比较激昂 大家这个政治动员 或者这种情绪比较高 尤其是总统选举 的时候 您不觉得这种 维安的细数的考量 要加强吗 是 所以说既然这样的话 你又有这个示范性的作用 又有指标性的作用 其实我觉得 你还是考量 因为反正你穿在里面 你穿在里面 你那也不知道 没有人叫你大剌剌 穿那个战斗的防弹背心 那么厚重 没有人穿 我们警力其实真的相当吃紧 如果不是真的有安全上面的顾虑 我们不会去麻烦 您说防弹背心吃紧 还是警力吃紧 都一样 我们也不可能说 每一个派出所或分局提供 几百件的防弹背心 我想不可能 当然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几百多人 但是你看 自然的我们的监视器都装那么多 但是防弹背心对于人身的安全是 今天连先 如果 对了 他打在头上 那个时间到了 谢谢 马上好 但如果打在身上 其实坦白讲 其实还是可以防范的部分 好 谢谢